亲爱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章流动资产系题班 我是主长老师华健 好那么第三章流动资产啊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 我们首先给大家回顾一下本章的主要内容 那么流动资产啊也就是什么 短期资产 那么最最常见的就是货币资金 说白了就是钱 那这个要求掌握 货币资金包括什么来着 包括哪三块啊 库存现金要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对吧 那么其中的银行存款啊 那其实没什么东西啊 主要是在前面 咱们给大家讲了银行存款 预额条件表的编制对吧 银行存款日记账跟对账单 如果说不一致这个金额 那我们要去核实有没有未达账项 有没有错账 这个是我们上一章的内容啊 因此咱们本章的话呢 银行存款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了 所以这块啊 关于这个货币资金啊 咱本章主要是讲的是库存现金 还有其他货币资金 那么对于库存现金 那你要重点掌握现金的使用范围 就哪些情况可以用现金 哪些情况不能用现金啊 这个要重点把握 另外呢 现金的这个短缺 或者说易于他的账务处理 这个是考虑重点 也就是现金的盘盈盘亏啊 盘盈盘亏啊 并且要注意 把它跟其他的 你比如说存货的盘盈盘亏 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 要去做对比来处理啊 那么其他货币资金啊 重点把握他包括的内容 就什么情况下 属于其他货币资金 那主要把握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尤其是这里边涉及到票据的 是吧 要注意跟前跟后面的啊 商业汇票啊 是吧 要做区分啊 商业汇票支票 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 像这些不同情况 分别如何做处理啊 咱们后面呢 也会有给大家做总结 然后呢 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 他有点抽象啊 他不像前面这些 那么直接是吧 钱嘛 很直接 交易性金融资产啊 那说白了就是炒股 炒债券 是吧 那通过这个科目来核算 那么要重点把握 他的初始确认 尤其是在初始确认的时候 交易费用 寄什么来着 对不对 相当增值税 怎么处理啊 那么在持有环节 供应价值变了 怎么处理啊 是吧 那么宣告 被投资方宣告 分股利了 到复习期了 怎么处理啊 然后处置的时候 那么这个差额 寄什么科目啊 另外的话呢 关于这个处置的时候 不是出售的时候 增值税 怎么计算啊 按照差额寄税 是不是 好 寄什么科目啊 整个的增值税啊 差额啊 都是寄投资收益的 好 整个的生命周期 那么这块是可以考大题的 短期投资啊 是今天教材新增的 但这块不重要啊 了解就可以了 应收级预付款项 显然的 它很重要 要求大家熟练账污 那包括应收款项 还有预付款项 是吧 那主要就应收嘛 包括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那么应收票据啊 说白了 就是应收的一张欠条 是吧 对方呢 开过了一张欠条 那包括商业成对汇票 银行成对汇票 好 那么银行成对汇票 那要特别注意啊 就到期了 你收不上来这个钱 那么这个票据啊 应当是要转到应收账款 但是银行成对汇票 是不可能收不上来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呃 我们的应收票据 如果说到期收不上来 要转到应收账款 那么这个只是针对 商业成对汇票来说的 好 大家听清楚了吧 好 这是关于他俩互相之间的转换啊 互相之间的转换 当然应收账款 也可以转为应收票据啊 比如说前面呢 咱们有一个欠款 没有收上来 那对方呢 就给开了一张 商业会票 是吧 就抵偿前线货款 好 那咱们呢 就把应收账款 再转到应收票去 所以他俩可以互相转换 那么预付账款啊 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预付的一个定金 是吧 那这个就是资产类科目 借方增加 借方减少 应收鼓励 应收利息 没什么可说的 其他应收款 这个要重点注意啊 它包括了内容 就是比如赔款 罚款 违约金啊 是吧 这个租金啊 或者押金啊 要分清楚啊 什么时候记其他应收款 什么时候记应收账款 哎 这个要对要做要做区分 好 这个是重点啊 这个重点 呃 整个的这块 如果说收不上来 我们要记题坏账准备 所以关于应收款项简直啊 记题的时候怎么做处理啊 啊 你要知道 实际发生坏账的时候 怎么做处理啊 还记得吗 实际发生坏账完了之后 后面呢 发现哎 又收上来了 又怎么做处理啊 所以在三个点 你必须要熟练掌握啊 都要会啊 呃 然后呢 还有一块就存货 存货当然也非常重要了 我们放在这儿来说 存货包含的内容 非常非常多 是吧 整个的这一系列都叫存货 好 首先看原材料 两种方法啊 实际成本法 还有计划成本法 都要要熟练掌握 是吧 那么尤其是这个计划成本法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是吧 那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 差异率算出来之后呢 来去算实际成本 怎么样把计划成本 调整为实际成本 是吧 那这里面要乘以一个什么 哎 一加上成本差异率 用计划成本 是吧 乘以一加上差异率 那这样把计划成本 调整为实际成本 这个公式要非常熟练的掌握 周转材料 包括包装物和地质性号品 好 整个这块呢 要特别注意啊 对包装物来说 要特别注意它的用途 包装物是用来干嘛的 是吧 是用来生产产品的 还是用来随同商品出售的 还是单独机架的 还是不单独机架的 那它所进入的科目 不一样 哎 那这个要把握住啊 把握住 好 那么委托加工资 那这块要重点把握 消费税的快据处理 售托方 代收代缴消费税 那么咱们委托方 寄到什么科目啊 哎 两两个方法是吧 两种处理方法啊 一个是寄委托加工物资 一个是寄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借方 也就是说消费税允许 允许抵扣 那说白了 那关键把握住 是吧 这个消费税到底能不能扣 那要看情况 是吧 有两种情况 那这个您还记不记得 库存商品的核算 那这里边重点把握 毛利率法 售价法 是吧 毛利率法呢 首先呢 根据毛利率 来算出来毛利 把毛利剔除掉 那么剩下的就是产品的成本 也就是销售成本 是吧 所以说公式 那就是用这个售价 乘以一减毛利率 那么售价金额核算法呢 那关键是把这个 进销差价率算出来 进销差价率算出来 然后用售价乘以什么来着 乘以一减差价率 还一加差价率啊 一减差价率 那这样把售价调整为进价 对吧 哎 大家这个认真听啊 我讲的时候 我在串的时候 你能不能都跟着上趟啊 能不能回的起来 消耗性生物资产啊 那么这个了解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可考点 并不是很多 好吧 这块呢 我觉得大家 呃 其实你可以把它类比于存货吧 因为它也属于存货 是吧 哎 它也放在存货里边来了 所以消耗性生物资产 目的也是用来出售 是用来消耗的啊 还是并不难的啊 好 接下来存货清查 包括存货的盘盈盘亏 盘盈怎么做处理 盘亏怎么做处理 是吧 盘亏的话 要分情况 查明原因 不同原因情况下 寄什么科目 这个要知道 存货减值 哎 这里边 减值的话 我们要比较俩数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可变益净值 哎 关键是这个可变益净值 怎么算 是吧 可变益净值怎么算 算出来之后呢 如果说低于成本 那就发生减值了 那么成本减可变益净值 是应当计题的存货 准备的余额 再减去已有余额 那是不是本期发生额 哎 所以说存货减值 他问你 期末 我们应当计题 多少存货地亚准备啊 那一定要用期末的 应有余额 减去已有余额 算出来本期 应当计题的发生额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简单串了一下 串完之后呢 有些同学说 哎 老师这个点 我怎么回忆不起来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通过立题啊 再给大家做讲解啊 做介绍 帮助大家回忆起来 那么首先看第一节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啊 那这块主要就体现在库存现金 和其他货币资金 这两个点当中 一样存款啊 我们刚才说了 他主要是放在上一张 第二张当中来进行考察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题了 首先看单项选择题 第一小题 按照现金管理相关规定 下列各项当中企业 呃不能使用库存现金 进行结算的经济业务是什么 就不能用现金的啊 哎 按照规定颁发给科技人员的创新奖金 那这个是可以用的 因为是个人嘛 啊 所以我们库存现金的使用范围啊 那就是主要把握住一个就是个人 个人是一个 另外呢 单位啊 在一千块钱以下的啊 原则上都是可以用现金的 好 B发放给职工的劳保福利 好 这个能用现金吗 发放给职工 职工是不是也是个人啊 对吧 哎 所以说这个也是个人 没有问题啊 C 向外单位支付的机器设备款 你机器设备款 那价值往往是比较重大的 而且是向外单位支付的 并不是面向个人啊 所以这个C 不能用现金付啊 只能用银行转账啊 用银 通过银行来结算 好 D 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的价款 说了 个人 所以只要是面向个人的 原则上都是可以用现金的 好 所以本题选择C 项 那这里面 大家解析就谈到了 是吧 用现金支付的啊 其实包括两类 第一大类就是面向个人的 是吧 职工 是个人吧 是 个人劳务报酬 是个人 办法 个人的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 体育比赛等各种奖金 也是个人 各种劳保福利费 以及国家规定的 对个人的其他支出 所以说 第四个也是个人 第五个 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 和其他物资的价款 这也是个人 第六个 出差人员 也是个人 是吧 所以说前六个 是不是都是前六点啊 都是面向个人的 然后第七点呢 就是说的单位 结算七点以下的零星支出 也就是一千块钱以下的 零星支出 那要注意了啊 这是从大的分类上啊 包括两大类情况 前六点是面向个人 第七点是面向单位 单位的话 必须也是一千块钱以下的啊 然后呢 前六点啊 我们还要把其中的 第五点和第六点啊 要给它剃除在外 第五点和第六点 就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用现金 没有金额限制 但是前四点的话呢 我们还是有一个金额限制的 也就是说这一千块钱 是吧 就是超过一千块钱的 原则上啊 这个原则上可以用现金 但是必须要报银行审评 是吧 要跟银行说一声 银行如果不同意 那应当是用银行本票 或者支票来进行结算的 所以说呢 前六点的话呢 最后两点啊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前四点的话呢 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好吧 这个大家呢 一定要告清楚 好 第二小题 按照现金管理 暂停条例的规定 下列关于超过使用限额 也就是说是一千块钱吧 的现金的支出 没有经过开户银行审核 未经开户银行审核啊 企业应当以支票 或者说银行本票等方式 进行支付的经济业务是什么 哎 刚才我是不是就说了 就除了第五点和第六点 没有任何限制 前面四点 如果没有经过银行审核 我们应当是用支票 或者银行本票的 那现在问的这个题 那不就是说的要 要选什么 前四点的情况吗 对吧 好 个人劳劳报说这个是吧 是 B 向个人收购二手家电的价款 向个人收购的 那不是这个吗 第五点吗 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和其他物资吗 所以说B 它实际上是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用现金 不用经过开户银行审核 C 出差人员必须随身携带彩旅费 就这个 第六点 是吧 所以这个一页是没有任何限制 D 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啊 那说的还是第五点 所以说 那么 BCD 其实说的都是第五点和第六点 没有任何限制 因此这个题选择A项 这关键句话 除了第五项和第六项之外 开户单位支付给个人的款项 超过使用现金现额 也就是说个人劳务报说的部分 应当以支票或者银行本票等方式支付 确许全容支付的 经过开户银行审核之后 予以支付现金 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第五点和第六点 要单独给它提出出来 第五点和第六点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好 掌握住 来 第三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已经进入贷处理财产损一颗目 并且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盘盈 按照管理权限 批准后应当转入的快递颗目是什么 这里别说的是现金的盘盈 意思就是说 钱多了 是吧 钱多了 那他这个钱到底谁的呀 说无法查明原因不知道啊 不知道钱谁的 不知道钱是谁的 好 那这个时候就谁啊 利得 那就是老板的哈 最终贵老板了 所以营业外收入 这显然是一个非日常活动吧 因为他不是一个日常的 是吧 那现金怎么可能多了呢 这肯定不是常有的事啊 所以说这个题啊 选择地项 好 那么分路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如果说有 知道说这个钱是谁谁谁的 是吧 人家张三的 人家隔壁老王的 好 那就贷其他人付款 无法查明原因的啊 本题考的就是这个 营业外收入 对吧 好 那么这样我们以提代点 给大家说一说啊 关于现金的短缺和现金的益余 我们大的原则就是调账 首先在审批之前 如果说现金短缺 现金少了 好 那就调减现金 现金多了 好 那我们就调增现金 那么对方科目 寄到贷处理财产损 那么审批之后啊 那我们再把这个贷处理啊 给他截平掉 是吧 反向截转 截转到哪呢 哎 现金短缺 我们要分析情况 如果说有责任人赔偿 你比如说出纳要赔 他管钱吗 那好 借其他应收款 是吧 无法查明原因的部分 呢 寄什么 寄管理费用 为什么寄管理费用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管理问题 因为你出纳 是管理人员吧 是吧 出纳是管理人员啊 对吧 所以说呢 是寄管理费用 好 那刚才这个已经说了啊 寄赢金外收入 无法查明原因的 现金一余 说无法查明原因的部分啊 钱少了 是你没管好 钱多了 是老板的利得啊 这样呢 通过这句话 大家就可以把它给记住了 第四小题 下地各项当中 关于企业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 经过批准后应当借记得快据科目 无法查明原因的短缺 钱少了 你没管好 没管好 好 寄管理费用 选择地项 第五小题 2021年12月31号 某企业进行现金清查 发现库存现金短缺300块钱 经过批准 由出纳赔偿180 其中呃 其余120呢 无法查明原因 好 那么该业务对当期营业利润的影响金额啊 呃 那么出纳赔偿在180 那肯定是这个是记忆什么 其他应收款 是吧 其他应收款180 然后呢呃 贷处理的话是300啊 那么剩下120 那么这120 无法查明原因 那这个不就记管理费用了吗 管理费用 那不就是说对营业利润不就影响了吗 所以说本题选择必项 对吧 所以分路 借贷处理300 贷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减少300 报经批准之后 啊 然后呢 有人赔偿 写180 啊 没人赔偿的记管理费用 那这个不就是损了科目吗 管理费用是损了科目 吧 这个都知道 对吧 所以他是减少了营业利润的 好 那这样问的就是这个120 第六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企业向证券公司指定银行 开立的投资款专户 划出资金时应当借记的会计科目是什么 这个考其他货币资金啊 向证券公司指定银行开立的投资款专户啊 所以这个钱实际上是给它划转到了指定的专户里面 那这个仍然是我们的钱 对吧 所以说啊 那么这个还是不是钱啊 仍然是我们的钱 只不过这个钱不再是银行存款了 银行是什么 随其他货币资金 对吧 其他货币资金 二级鸣谢 存出投资款 借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款 但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减少 其他货币资金增加 好 那这样我们给大家再回顾一下 其他货币资金 它包括的内容 那其实这六种情况啊 都带存款两字啊 只要不是银行存款 也不是现金的 其他的存款 那就一定都是其他货币资金 本质来讲都是存款 对吧 银行汇票存款 银行本票存款 信用卡存款 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存出投资款 外部存款 那只不过这些存款 它有不同的用途 是吧 就第一个存款 什么用途啊 哦 是买银行费票的呀 第二个呢 哦 是买银行本票的 第三个存款 哦 信用卡的 所以说这些钱啊 有特定的用途 那这就是其他货币资金 第七题 下列各项当中 不会引起其他货币资金 发生增减变动的事 问的是不会的啊 A 销入商品 收到商业汇票啊 注意啊 商业汇票 它是钱吗 注意了啊 其他货币资金 它仍然是钱 但是 这个商业汇票 根本不是钱 R是什么 R是欠条 欠条怎么能当钱花呢 它根本不是钱 所以说 A 就对了 它不会引起这个 其他货币资金的变动 B 企业用银行本票 购买办公用品 你用银行本票来买 那你不得先把钱存进去吗 先要把钱存到银行本票的相关账户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其他货币资金 它会引起啊 C 企业将款项会往外地 开力采购专用账户 那这个说的就是什么 外部存款 是吧 外部存款啊 D 企业为了购买基金 将资金存入在证券公司指定银行 刚才说了这个就是存出投资款啊 所以说只有A项是 这个A项不是啊 A项是应收票据 它不是其他货币资金 你记得点 那么各种票据啊 它的一个账务处理啊 所使用的会计科目 首先支票啊 购买单位和销售单位啊 都是银行存款 那么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 对购买单位来说 它首先要把钱存到相应的账户 把钱存进去啊 那获得其他货币资金 然后购买单位才能用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来进行结算 那么对于销售单位来说 它收到的一定是银行存款啊 所以对销售单位来说 它并不区分 那么对于商业汇票 那是欠条啊 那具体包括商业成对和银行成对 两种方式 购买单位那一定是应付票据 销售单位呢 那就是应收票据 好大家把这个表啊 一定要熟练掌握 第八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销售商品收到银行汇票 是吧 收到银行汇票 存入银行 应当借记的会计科目是什么 那么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销售方 它销售商品 收到银行汇票 有些同学就把C选上了 我想请问C对不对啊 有些同学记住了 老师 银行汇票我记住了 银行汇票呢 不就是其他货币资金吗 要搞清楚啊 购买方才是其他货币资金 对销售方来说 是吧 他是收到钱 直接存到银行了 直接存到基本存款账户了 因此这个题选D 不选C 好 接下来看多项选择题 第一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企业现金易余的会计处理 表述正确的有 现金易余 也就是现金多了 A 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易余 记住 已经要办收入 A是正确的 是吧 钱多了吗 B 应支付给有关单位的现金易余 记住其他应付款啊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C 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易余 充管理费用啊 A和C冲突的啊 考试的时候拿不准 那么A和C 你别同时选啊 是吧 那是蒙 你也得要讲究技巧 是吧 A和C 这不冲突吗 A是正确的 C错误 D 应当支付给有关单位的现金易余 记住应付账款 D也不对了 所以B和D冲突的 你要蒙的话呢 那么B和D 你不能同时蒙啊 不能同时蒙 所以这个题选择 A B 两项 好 第二条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应当通过 其他货币资金 科目核算的有 其他货币资金 A 用银行本票 采购办公用品的款项 那么这个是不是啊 是还是购买方啊 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 那我们为了取得这两张票 我们需要先把钱存进去 那这个存进去的钱 那就是其他货币资金 B 汇网异地 银行 开利采购专户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这外部存款啊 C 存入证券公司 指定账户的啊 那这个 就是投资款项嘛 是吧 证券公司嘛 所以存出投资款 D 存入银行信用证保证金 赚户的款项 那这个也是啊 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所以这个题选择A B C D 第三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应当确认为企业 其他货币资金的有 A 企业持有的三个月内 到期的债券投资 这个是吗 持有的三个月内 到期的债券投资 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好像 是吧 是吧 你把那个8给去了 确定一点 是还是不是 他不是 那这个A 怎么那么眼熟啊 这个A 好像在那学过 对了 咱们有一个地方 学到过 哪个地方 咱们有个地方 学到过啊 最后一张 讲现金流量表 A 其实 它是现金等价物 但是它不是现金 它根本不是 货币资金 它上次一个投资嘛 不写的嘛 是吧 这是投资 所以说呢 它在现金流量表上 是作为现金来看待的 但是 它跟我们的 这里的货币资金 它不是一样的概念的 它不是其他货币资金 所以说A是不对的 A是不对的 搞清楚啊 货币资金和现金 不是一回事 是吧 所谓的现金 以及现金等价物 是现金流量表上的 一个概念 是吧 而我们前面 现在所讲的是 货币资金 包括库存现金 是吧 也要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所以你为什么 你要想一想 我们现在 有个同学 一直有一个疑问 那老师 我们现在这个科目 为什么叫库存现金科目 是吧 那为什么叫库存现金科目 你为什么不把库存 两份给去掉 直接叫现金科目 不就完了吗 其实这里边 咱们2006年 新的企业快选择 颁布之后呢 我们这个科目 就把它改成了库存现金 以前的时候叫现金 其实 为什么叫库存现金 而不叫现金 目的其实就是 把它跟现金 流量表当中的现金 这个概念 要做区分 也就是说 库存现金和现金 不一样 有同学 老师 你是这么 你至于吗 那么较真 这个 你要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事 说清楚 这个概念 学术上 它是很严谨的 大家搞清楚 搞清楚 库存现金 属于货币资金 当然它也属于现金了 咱们现金流量表 是有它的 是有它的 但是A 是吧 它就是属于现金等价物 但不属于货币资金 能说清楚了吧 好 这个大家 要两块的概念 要搞清楚 B 企业为购买股票 向证券公司划出的资金 这个是存储投资款 C 企业会往外地 临时采购专户 这个是外部存款 D 企业向银行 申请银行本票时 拨付的资金 银行本票 银行本票存款 所以这个题选择 B C 第三项 第四小题 下列应当通过 其他货币资金 科目核算的由A 企业向证券公司 这个说了多次了 存储投资款 B 用支票购买办公用品 支票啊 注意啊 这个是直接通过 银行存款核算的 所以B不对 C 销售商品收到商业汇票 那这是一个欠条 这个是走应收票据 D 用银行汇票 购买原材料 银行汇票没有问题吧 银行汇票没有问题 银行汇票存款 所以它属于其他货币资金 选择A D两项 好 接下来看判断题 第一小题 前发生经济业务 需要支付现金时 可以从本单位的现金收入当中 直接安排支付 行不行 这些对不对啊 说我现在要支付现金 我要花钱了 正好呢 今天啊 咱们收了一笔钱 销售商品啊 收了一百万 把这一百万花出去吧 能不能行 那不行 不能相抵啊 那这个叫什么啊 这个叫做支啊 那说完了 我们现金的收和支 要分别要核算清楚 不能相抵 抵完了之后 冰激业务的面貌 是被掩盖了 是吧 所以我们到底收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钱 要把它要搞清楚 所以这个是做支 是不允许的 好 第二条题 且将款项 汇往异地银行 开利 呃 开利 采购专户 那这个就是 这个外部存款了 采购完毕呢 收回剩余款项 所以现在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采购完毕 收回剩余款项的时候 应当借什么 那很明显啊 这个地方借的是银行存款 是吧 并不是说 我把款项 汇往异地银行的时候的处理 而是说采购完毕 收回剩余的时候处理 是吧 那完事了 那要把其他货币资金 这个科目要截平啊 是吧 把这个外部存款 这个科目给它截平啊 所以说要借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增加 带其他货币资金 把其他货币资金 再转回银行存款 好 那接下来看第二节 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节课也非常重要 那么咱们本节课的话 其实今年教材啊 新增了金融资产概述 然后新增了短期投资的核算 但是啊 金融资产概述这里边 主要讲到金融资产分类嘛 其实了解就可以了 对吧 了解就可以了 另外短期投资呢 也是了解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呢 整个可考性都小一些 重点把握的还是 交易性金融资产本身 但选题多选题判断题 尤其是大体不定项 是吧 考察特别多 所以这块呢 大家是必然的要求掌握的 是必考内容 好 那接下来看单项选择题 第一小题 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 2020年12月31号 购入10万股 以上市公司股票 并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核算 该公司购买股票 支付价款呢 是花了600万 但是这个钱啊 一定要注意啊 是包含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 现金股利20万 也就是说 那这个20万 还是不是我们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啊 不是 这个20万应当记什么 这个应当是记应收股利 不能记什么 不能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吧 另外支付相关交易费用1万 那这个1万记什么 这个1万是记投资收益 借方 是吧 记投资收益借方 增值税呢 这个是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啊 现在问你购入股票的初始入账金额 那这个问的说的是谁啊 说的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啊 就这个问你这个科目的入账金额多少 这个科目 那我们知道刚才说了 那就是600减去20吗 把这个应收股利给它减掉吗 是吧 那么1万块钱交易费用不影响啊 是600减20就完事了 等于580 是吧 那就选择A项 那一项就可以了 很简单啊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分路啊 再给大家强化一下 借方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那么按照取得时的供应价值来计量 那么应收股利应收利息 也就是实际支付的价款当中 包含的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者说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这个说白了就是 咱们前面讲习主板 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如果说把它比喻为一只老母鸡 对吧 他是老母鸡啊 这个金融资产 那么应收股利应收利息 就相当于他肚子里面那个鸡蛋 肚子里面那个鸡蛋啊 给老母鸡是两回事 是吧 他俩要分开啊 他俩要分开 好 发生的交易费用呢 是投资收益 净向税额的话呢 就是交易费用相关的啊 因为交易费用相当于是给劝商的吧 对吧 给劝商的 手续费啊 佣金啊 这些交易费用我们相当于购买相关的服务了 所以说有经销税额 然后带其他货币资金啊 存出投资款 那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呢 对于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者债券来说 那我们要通过其他货币资金来核算 二级明信 存出投资款 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来核算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第二条题 2022年1月3号 贾公司以2200万元 哎 又来了是吧 又来什么了 说包含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100万 那就是这个是基带 是吧 2200呢 已经呢把这个100要减掉 剩下的才是老母亲的入账金额 好 购入一股一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另外支付交易费用 那这个是寄投资收益 好 面值是2000 票面利率5% 每年1月10号复息一次 这句话什么意思 哎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什么意思 好 现在问你什么呢 贾公司取得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初始入账金额是多少钱 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初始入账金额多少钱 那这块问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100要减掉 就2200 我们一共是花了2200 那么其中的100万 说了包含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债券利息 那就是说没有这句话 其实你也应该是能够自己判断 怎么判断 说每年1月10号复息一次 那现在是1月3号买的 那又是说已经是到了复息期了 走吧 那么已到复息期 但是还没领取 到10号的时候呢 这个鸡蛋啊 才下下来 那1月3号这一天 实际上这个鸡蛋已经是在肚子里了 是吧 这个鸡蛋已经在肚子里了 只不过是到10号才下下来 所以这个就叫做以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这个100万怎么来的 那这个100万其实你可以算出来 那就是用这个面值2000万乘以票面利率5% 是吧 也就是用2000万乘以5% 是这么算出来的 对不对 是这么算出来的 所以说2000乘以5%是100万 那要把这个要减掉 所以2200减去100 等于2100 所以说选择C项 选择C项就这么来的 好 第三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相关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 A 资产负债表日 其供应价值与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 寄投资收益 那这个说的是供应价值变动 供应价值变动寄什么 那怎么能寄投资收益呢 这个投资收益 你才没实现的 这个应该是寄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B 取得时的供应价值 作为初始入账金额 这个B没有问题 C出售时供应价值与账面余额的差额 寄入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好 那么这是出售时 出售时 那当然我按供应价出售了 供应价 就是售价 售价跟账面价的差额寄什么 那应当是寄投资收益 然后那怎么能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呢 那出售时这个收益已经实现了 真正实现了 那可以寄投资收益了 好 D取得时发生相关交易费用 寄入初始入账金额 错了 交易费用应当寄什么 交易费用应当寄投资收益 对吧 投资收益借方 那表示利润减少 所以这个题选择必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 以期代理 那么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里边呢 有这么几个关键环节 都会影响损益 首先 在取得的时候 这个交易费用 是寄投资收益借方 那么将减少利润 那么第二个是点 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宣告 分配现金鼓励 或者说在资产负债表日 寄提利息收益 好 我们寄投资税代方 那代方就利润增加了 是吧 第三个 持有期间供应价值变动 好 那么这供应价值变动 那就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那有可能代方 有可能借方 供应价值上涨的话 那就代方 供应价值下跌 那就借方 有一句话吗 所有的损利科目 那都是借方减少 代方增加吗 说的谁啊 说利润啊 说利润啊 余同学 我最近有看了一个 学员在问一个问题 老师 你不是说这个 所有的损利科目 都是借方减少 代方增加吗 是吧 那管理费用 为啥是借方增加呀 他就没仔细 没听清啊 没认真听 我说的是对利润的影响 是吧 对利润的影响 一定是代方增加 借方减少 就借方减少利润 代方增加利润 你要说管理费用 那借方增加 增加的是管理费用啊 增加管理费用 那利润不就少了吗 好 所以说代方啊 就增加利润 借方减少利润啊 这个是一定的 处置的时候 处置损 那么好 那就即投资 代方或者借方啊 代方就增加利润 借方那就是减少利润啊 好 关于这个 增加减少啊 这都是一个基本功啊 我觉得这个 大家不应该不会 是吧 不应该不会吧 没有听运啊 这个都是非常基础的 一个基本功啊 非常基础的 关于这个借贷方的含义嘛 咱们其实在 第二章讲 会计科目就 就已经在讲了 这个基本功 这个底子 千万要打扎实啊 打扎实 还有第四小题 2021年12月1号 某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 A上市公司股票 借方余额呢 是100万元啊 100万元 12月31号 A上市公司股票的供应价值 是105万元 好 所以由100万涨到了105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下列各项当中 该企业关于持有A上市公司股票 相关会计科目处理 正确的事 好 那么这个题的话呢 显然啊 很简单啊 105万减100万 那5万块钱呗 5万块钱 那就提供应价值变成损益啊 这个 这个题好像是很简单 是吧 所以是选税 那这个东西 你说哪个地方不明白 那些供应价值变成损益 那技术不就完了吗 所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代供应价值变成损益 它是一个损了科目 代方增加利润 为什么增加利润啊 因为供应价上涨了 供应价上涨了 而且这个金融资产是允许寄利润的呀 是吧 供应价值变动允许寄利润 它的业务模式不就是炒吗 炒股吗 炒 人家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 你怎么能不让走利润呢 所以说 是吧 允许寄利润表啊 所以说走供应价值变成损益 好 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 应当通过投资收益 科目核算的有 好 问的是投资收益啊 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分配现金鼓励啊 好 那么这个被投资单位宣告分配 那我们是做借营收鼓励 代投资收益 没问题 B 资产负债表日发生了供应价值变动啊 那么这个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不是投资收益啊 毕竟啊 这个供应价值变动是还没有实现的 C 取得时支付的交易费用 好 那么这个是寄投资收益啊 寄基尔方表示投资收益减少 D出售时供应价与账面余额差额 那这个说白了 就是售价跟账面价差额 那这个是寄投资收益 好 这个也没有问题 因此选择ACD三项 判断题 第一小题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 应当确认为当期的投资收益 好 对吗 那说白了 就是说供应价值高于账面余额 意思就是供应价值上涨了 供应价值上涨也好 下跌也好 那么这个差额应当是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就是只是供应价值的变动 那这个供应价值的变动并没有对外实现 所以说还不能寄投资收益 那只能是寄在供应价值变动损益里边 所以说是寄在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那么上涨也好 下跌也好 都是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好 第二条题 其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 应当将原计入供应价值变动损益的 该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转出 由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转为投资收益 就是把它卖掉了 卖掉了 原则上来讲 原来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实际上都要实现了 都要实现了 那么咱们这个做法 咱们以前的时候是有这个做法的 但是现在咱们教材呢 不管是初级也好 中级也好 初快也好 都把它给删掉了 我们现在不再需要截转了 你记住啊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就保留在这个科目当中就可以了 它就作为供应价值变动收益来实现了 就可以了 不再转入投资收益啊 在出车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错的 不需要将供应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投资收益 OK 这个大家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第三小题 转让金融资产按照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 相抵后的余额就是差额嘛 按照差额作为什么销售额 比如说差额征税呗 对吧 如果说相抵后出现负差 那意思就是销售额是负数了 可以转入下一年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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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只能转入下月不能转下年啊 所以这个错了啊 只能转下月不能转下年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大题 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这块是可以考答题的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第一道答题 假企业为一般纳税人 2021年发生如下 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的经济业务 好 考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好 第一小题 5月11号 从上交所购入一企业股票 这个2万股 一企业股票2万股 按照股票供应价值 支付购买价款 918000元 好 购买时呢 假企业得知 一企业曾经于5月3号 宣告分派现金鼓励18000元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我买它的时候得知什么 曾经于5月3号宣告了 宣告分派鼓励 我现在是哪天买啊 我现在是5月11号 但是5月31号宣告了 但是还没有发放 那说白了 就是说这个老母鸡肚子里边 有一个鸡蛋 还没有下下来 是吧 那就说我这个18000 是不是要减掉啊 它这个应当是作为应收鼓励 对吧 那么有9018000 减减18000 那么剩下的90万 才是什么 交易性金融不产啊 有什么交易性金融不产 那实际上是90万才对 是吧 那18000应当是寄应收鼓励啊 或者18000 哎 那么这个是寄 应收鼓励啊 应收鼓励 好 那么另外 假企业支付给上交所相关交易费用3000元啊 那么这个是寄投资收益的 是吧 投资收益啊 那么取得的专票上著名的增值税180 这个是基金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金融税额啊 因为他是一般人嘛 一般人拿了专票了 可以抵扣 发票已经认证了 好 第二个资料 5月15号 假企业实际收到 一企业发放的现金鼓励 18000 注意啊 这个18000啊 说的是他啊 就老母鸡肚子 那个鸡蛋啊 下下来了 那这个是寄在了 呃 其他货币资金里面啊 好 所以借其他货币资金 代应收鼓励啊 好 6月30号 假企业持有一企业股票的市价呢 是91万元 那供应价值上涨了 原来90万啊 90万涨到了91万 那是不是上涨1万块钱啊 是吧 上涨1万元 那这个1万元要记得 记住供应价值变成损益 代方1万 好 第四个资料 7月6号 一企业宣告以每股0.8元 发放上年度股利 好 7月10号 假企业收到一公司 呃 向其发放的股利 假定股利呢 不考虑相关税费 一股是0.8元 一共多少股啊 一共是2万股啊 2万股乘0.8 那就是1万6千元 是吧 就是说1点 1.6万元 是寄业营收股利的 带投资收益 这寄业营收股利 带投资收益1.6 实际收到的话呢 那就寄业其他货币资金 带营收股利1.6 好 7月18号 那么将持有的一企业股票 出售1万股 售价呢 是50万6千 就关于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出售 是吧 售价是50万6 50万6千元 那么转让该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呢 是2660.38元 好 那这个就正常做处理就可以了 售价50万6千 那就是借其他货币资金50万6千 然后带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因为6月30号已经调整了91万了 所以说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91万 说借其他货币资金50万6千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91万 差额即投资收益 当然了还有一个2660.38 这个也是即投资收益 大家注意听啊 我先给你串一遍 后面咱们再讲题啊 好 第六个资料 12月31号 假企业仍将持有剩余的一企业股票 1万股 那么供应价值是60万元 供应价值60万 那么假企业预期将继续持有超过一年 好 因为它是两万股嘛 那么这个两万股 它只卖了一万股 是吧 刚才我说错了啊 就第五个资料啊 应当是借其他货币资金50万6千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 怎么着 91万除以二啊 因为他卖了一半 是吧 然后差额即投资收益 好 那接下来看题目啊 要求第一个 根据资料一 假企业购入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是多少万元 刚才说了 是90万元 怎么来的 是91万8千减去鸡蛋 减去一万五 一万八千 所以说啊 是90万 选择地项 对吧 分路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90万 应收股利 一万八千 那么投资收益 也就是交易费用三千 投资收益的进行税额一百八 带其他货币资金一共花多少钱呢 一共花了92万1180 好 第二小题 根据资料一至三 下列各项当中假企业6月30号 应当进入供应价值变动损益的金额啊 那么6月30号啊 那么前面 我们回到题 6月30号呢 市价91万 上涨1万 那就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放贷方1万 是吧 所以贷方1万啊 就正的1万 应当选择地项 分路很简单 借交易费金融资产上升 带供应价值变动损益上升 写1万就可以了 第三小题 根据资料2和4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假企业现金鼓励的会计处理 结果表述正确的事 好 那么资料2和4啊 我们回头来看资料2 2的话呢 是实际收到这个18000 那说的是这个啊 老母亲肚子这个鸡蛋 那这个不能走投资收益啊 资料2是直接就借其他货币资金 带营收鼓励 那么资料4的话呢 这个1.6万是要去投资收益的啊 所以说2不能去投资收益 4是可以去投资收益的 那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啊 二生哪一生就又忘了 2是5月15号啊 这个4的话呢 是7月6号是宣告的 那么7月10号呢 是实际收到的 还是我们来回翻一翻啊 这个好 来看这个资料 5月15号 那说的就是老母鸡肚子 那个鸡蛋啊 下下来了 下来那不能走投资收益啊 直接充应收鼓励 为什么 刚才解释了 C 7月6号宣告发放股利 确认投资收益16000啊 那么7月6号 那就是投资之后宣告的 投资之后宣告的 那就是你投资收益了 对吧 投资之前宣告的 不是你投资收益啊 好 所以说 这个投资之后宣告的啊 那16000没问题 确认投资收益 然后呢 7月10号 实际收到了 那么实际收到 那应该是充应收鼓励 你怎么能充金融资产呢 是吧 所以说是 借这个其他货币资金 代营收鼓励 那么一般流行 所以D不对 本题选择BC两项分路 刚才我已经说了 自己看一下 好 第四小题 根据资料1至5 下的各项当中 假企业出售一企业股票的 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好 那么在回头来看题啊 那就是卖掉了呗 卖掉卖了一半 因为一共是2万股 卖了1万股 售价50万6千 借其他货币资金 50万6千 代交应新融资产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账面价值91万 91万除以2 那是不是卖了一半吗 那就一半的账面价值吗 是吧 91万除以2 然后差额走投资收益 那么这就是思路嘛 是吧 这就是思路啊 很简单 好 所以说 借其他货币资金 50万6千 然后代呢 91万一半 91万除以2 等于多少啊 等于45.5万 是吧 45.5万 其中呢 成本是45万 公寓价值变动呢 是5000 好 没有问题 差额投资收益 5万1000 你看平不平 好 平的话呢 A就是正确的 A没有问题 呃 我们前面说了 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不再需要截转了啊 所以B是不对的 所以B是不对的 然后还有一个 增值税 增值税呢 是2660.38 那这个我们知道啊 它是寄这个投资收益的 二级明细要搞清楚啊 是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所以说啊 这个题应当选择D项 C不对啊 C错在哪了 C错在了 二级明细错了啊 不是应交增值税 那这个应交增值税 什么时候用啊 B税率是一般 一般计税方法下才能用啊 就是这个应交增值税 这个二级明细科目啊 什么时候才能用啊 当然就是有专栏的啊 效应税额 金融税额 金融税额转出啊 一定注意只剩于一般计税方法 而我们这里现在用的是差额征税 是吧 差额计税 所以不能放在应交里面啊 那不乱套了吗 就放在里面 你搞不清了 是吧 所以单独设置一个二级明细 叫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好 所以这个题选择A D两项 好 最后一小题 根据资料一至六 关于假企业持有的一企业 这个剩余的一万股股票 在2019年资产负债表当中劣势 那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好 那这个是整个的劣势啊 我们回头来啊 看这个题 注意了啊 那么这个题啊 他最后不是剩下了一万股吗 但是他说了 假企业预期将 继续持有超过一年吗 说供应价值现在是60万 那这个60万呢 将超过一年 那一定要注意 这是关键一句话啊 在报表上 也就是资产负债表上 他还是流动资产吗 不是 他超过一年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它再列是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里边了 那列在哪呢 列哪啊 还记得吗 咱们上这块 咱们这个题啊 是有一定综合性的 是吧 涉及到第八章的知识啊 我们是把它列是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里边 所以这个题啊 选择C项啊 第八章讲到了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超过一年 到期的预期 竟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 以供应价值量 学期变动 即当期损印的非流动金融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 在哪列是啊 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当中反映 所以这个题选项C正确 A和B啊 首先你得排除 对吧 这是2021年的报表啊 2021年 好 那么这个大家题 大家呢要结合咱们第八章 来结合我们的第八章 来去理解这个问题 去第八章啊 好 这是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这个题 那接下来看第二道大题 这是2020年的考题 账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9年 该公司发生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如下 好 仍然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 来第一个资料 1月4号 从上交所购入 以公司发行的面值为625万元的公司债券 共支付价款655万元 好 其中包含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25 那么这个25是借应收利息的 是吧 25是借这个应收利息 好 那这样655减去25 那就是630万元 是寄什么 630万元才是寄交易性金融资产 另外支付交易费用7.5 这个是寄投资收益 增值税呢 寄金项税额 好 下下来了 好 那这个很简单 那就借其他货币资金 带应收利息就可以了 第三个资料 5月31号 甲公司持有的 以公司债券的供应价值是645万 那原来是630 一开始 630到645 是不是上涨了15万 上涨了15万元 来 第四个资料 628号 甲公司将持有的 全部以公司债券转让 取得价款 共计676.2万元 好 他说了 其中包含已到付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25万元 那这个说的是出售的时候 出售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是应收利息 意思就是说应收利息 也把它给卖掉了 我不收了 这个利息我不收了 你去收吧 甲公司 于是就对以公司说 我这边有个利息25万 我还没收呢 我就不收了 你来收吧 以公司 兄弟 是吧 你来去把这个利息收上来行了 但现在啊 你把这个钱给我就行了 是吧 并不是说这不要了这个钱啊 是吧 羊毛说在羊身上吧 那甲公司肯定还是要把这个钱要上来的 那总而言之 现在相当于站在甲公司来说 他是把这个应收利息也给卖掉了 对吧 所以说应收利息25要写在贷方 是吧 那贷方有个应收利息25 同时呢 那么676.2 是吧 减去25 当然了就借方就是总的是其他货币资金了啊 所以借方其他货币资金就是676.2 然后贷方上是两个 一个应收利息25 那么再一个呢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交易向金融资产 交易向金融资产 那么5月31号已经调成645了吗 所以写645 是吧 写645 交易向金融资产645 应收利息写25 然后呢 插额是吧 借方 那借方写什么呢 那么借方哎 那么就是其他货币资金啊 其他货币资金 然后676.2啊 676.2 当然你可以合并在一起写啊 就是把这个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也写上的话 好 那贷方还要再写一个应交税费 是吧 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啊 应交增值税啊 写一个1.2 好 那么插额写什么 插额再写这个投资收益 就可以了啊 因为这份插额是吧 都是投资收益嘛 那现在的话呢 通过倒计的形式 把投资收益这个金额 把倒计出来就可以了啊 好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题啊 就分析完了 是假是吧 就讲完了 来第一小题 根据资料一 贾公司购入该交易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啊 前面说了630 所以说这个题选择地项 第二小题 根据资料一和二 下的各项当中 1月21号贾公司收到债券利息 快去处理正确的事 1月21号啊 1月21号的话呢 这个就是老母鸡肚子 那个鸡蛋下下来了 那这个不需要确认投资收益 所以25万 直接是带营收利息就可以了 首先把C和D排除 那借方写什么呢 借方一定要写 其他货币资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债券啊 是一个上市的上市公司的债券 所以说选择A项 第三小题 根据资料一和三 那么下列各项当中 5月31号 假公司交易金融资产业务 快去处理表述正确的事 好 一和三 三的话呢 就是供应价值上涨 645减去630 上涨15万元 所以说上涨 供应价值上涨 是G 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15万 所以A正确 B 借交易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变动 15正确啊 A和B就共同构成了 供应价值上涨的分路 C 说带投资收益20 这个时候还没有投资收益啊 D 呃 G方20 那也不对啊 所以这个题选择A B两项 刚才已经说了 这是供应价值变动的分路 好 第四小题 根据资料1至4 下列各项当中 假公司出售以公司债券业务 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事 好 A 呃 代计交易金融资产成本 科目655 那这个说的就是出售的分路啊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呃 交易性金融资产 整个的在出售的时候啊 代方我们要写645 当然这个645是包括两个的 把这个645上次包括 这个成本是630 成本是630嘛 是吧 然后呢 呃 公允价值变动是15啊 所以说 呃 这个代方的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645啊 分成两部分 成本630 公允价值变动 呃 15啊 所以说呃 这是关于代方啊 630和15 给它分开啊 所以说第四个业务啊 那么代方这个成本啊 那就不能写655啊 所以这个655不对 那应当是成本吧 成本不变的 成本始终是630才对啊 好 B 借方其他货币资金一共收到676.2啊 所以B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是一时条件啊 自己看 C 代方即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啊 1.2 这个也是一时条件啊 前面题目资料都有 好 那么差额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到底是不是21.2呢 哎 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这个 看这个啊 来 咱们算一下啊 借方是676.2吗 676.2 然后代方减去一个25 再减去一个645 再减去一个1.2 好 等于5 所以说这个投资收益啊 这个信号 写多少呢 写5万余 所以说出售的这个差额 投资收益啊 是5万块钱 那么但是如果说这个题 问我们投资收益到底多少钱 你别忘了啊 还有这个应收利息 比如说这个应收利息 我们在记题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记投资收益了 对吧 说已到负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嘛 那你这个应收利息 你在记题的时候 是不是这么写的分录啊 怎么写分录啊 借应收利息25 代方写什么 写投资收益 25 对吧 所以说当时你就是你在处置当期 说6月28号 6月28号你在卖的时候 你不是到负息期了吗 到负息期 说这个当期的这个利息 你是做了这么一笔处理的 借应收利息25 代投资收益25 做完这笔分录之后 说这个应收利息 这个钱啊 还没收上来 就把它给卖掉了 所以说这个应收利息 是到这儿来了 就把它给卖掉了 那就代应收利息 最终 借方就收到钱了 但是你别忘了 现在如果说问我们 投资收益是多少钱 你别忘了 实际上是这个投资收益5万元 再加上这个投资收益25 比如说这个25加5 英国是什么 30万元 对吧 所以如果说问啊 我们6月28号处置当期 我们投资收益是多少钱的话 应当是30万元 对吧 因此 那么咱们这个题啊 第四小题 这个不是21.2 那么应当是写30 应当是30万元 好 所以这个题应当选择BC两项 那么这个答案解析当中的分路啊 那么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把前面我那两笔分路合并了而已 所以投资收益是30万元 说这个分路 我说老师怎么没有应收利息啊 那其实就是他把啊 我这里的这两笔分路啊 合并书写了 就这个分路和这个分路合并 合并之后呢 应收利息一借一代不就抵消掉了吗 然后投资收益这个代方放到了这里边 就是变成30了 是吧 所以没有问题的啊 没有问题的 这是关于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 然后呢 最后一问 根据资料一至四啊 那么该项投资对甲公司2019年度利润表 营业利润项目本期金额的影响是什么 那就把前面的所有的损利科目的影响金额 加下来就可以了 对吧 那借方用减号 带方用加号嘛 对吧 那这个就并不难啊 只要把前面的分路都写对 那这个其实是并不难的 好 我们首先看咱们这个取得的时候啊 取得的时候的话呢 那其实有一个交易费用7.5是负数 是吧 所以说这有个负的7.5 负的7.5是减少营业利润的啊 啊 所以说负的7.5啊 是减少营业利润的 那写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第二个事项是不影响的啊 不影响投资收益的啊 然后呢 第三个事呢 是上涨了15 那就是再加上15 那这个是增加了营业利润啊 所以说负7.5再加上15 好 这第三个事 第四个事啊 第四个事在出售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投资收益是30嘛 对吧 所以说再加上一个30 那说白了就这个数吗 15减7.5 7.5 7.5再加30 37.5 对吧 是37.5万元啊 这是关于最后一个小问啊 应当选择币项 好 没有问题 好 37.5万元 那么这就是对营业利润项目的 本期金额的影响啊 他在有计算过程 第一个资料负7.5 是吧 资料三呢 是加15 资料四呢 再加30 好 最终得出来是37.5万元 是吧 营业利润呢 除了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所得税费用 把这三个排除在外 是吧 把这三个损营业科目排除在外 剩下的都是什么 剩下的都是营业利润 所以说 对于营业利润啊 这个项目啊 大家一定要用排除法 用排除法 不要去印记啊 说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到底有哪些 你记不住的啊 排除法就可以了 有什么 Hepatia 我们的质量